今天要说的是一家很小很小的日料店 十个平米 九个座位 没有外卖 也不爱翻台 但是每天都有人排队来吃 而店里只卖一样东西 实际上店内里里外外 只有这对老夫妻在操持 很多人吃到这份饭的时候 都以为他们在日本待了很长时间 虽然连日本都没去过 但老先生却跟日本师傅学了整整十年 才被允许出来自立门户 比如厨房再想也井井有条 不多一物也不少一物 鰻鱼饭用的米一定是日本秋田小冰 桃米他也很固执 加水的时候他从不说话 先生烤了十年的鰻鱼 但依然说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 和计量好的酱料 因为每天每块鰻鱼都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厚薄 分量 酱就不能多一分 也不能少一分 并且他一定固执地等到客人落座才开始靠 有种人落几个车 哎呦 狗狗狗难了难了 我刚才都落几个车 可是靠不好 而且他车里面不是可以的 但是他无套外来的 所以他无法车 他车了没用 他需要等 就是绝了年年行行等 他希望他车了没用 就是想到他整个人认证住 Common Steve 这家夫妻老旁店真的有点小也有点慢 但所有人去过一次 都会很喜欢